生技公司浩鼎解盲前有4000多张的借券 究竟是谁在放空呢 令立委开记者会爆料 符合借券资格的外资当中 竟然出现国策顾问杨世坚的名字 质疑来因高层也参与其中 一手打生技产业和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一手则是利用借券放空 趁机打压股价赚取差价 浩鼎案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立委深入调查更扯出案外案 浩鼎的股价当然会开始跌 那跌的话借券放空的人 当然就赚大钱 打压公企会 然后顺便可以指向蔡英文 浩鼎前十大股东 其中一家外资公司的负责人 就是经济部前次长杨世坚 也是现任马政府国策顾问 如今浩鼎股价直直落 如果杨世坚公司有借券 就可从中大赚一笔 蓝绿如今似乎都被扯进浩鼎这大染缸 有关浩鼎案 检调正在茶器当中 我们尊重检调的茶器 不要换政治化 质疑杨世坚 杨世坚是谁 过去的经济部的政策 早就人家也不记得他是谁 咬出浩鼎案的曾明宗 态度转低调 而因为此案任其所剩不多的 中研院长翁启慧递辞辞 下一届院长领选开始运作 透过这个严谨的过程所选拔出来的院士跟院长 我想在学术上面的表现 一定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中研院长临选得推出人选后给总统签选 外传马英九属于青中学者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卫 绿委重炮批评 中研院千万不要让国人失望 也不要为了讨好马总统 所以在5月20号之前 冲速让马总统任命新的院长 这点是不公平的 随着浩鼎案延烧 到如今中研院长卡位战 520前这段政权交接起义 各方角力也逐渐浮上台面 有点TV吴长阳朱祺瑜台北报道